大家好,我是依禅 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 女人为什么不能太懂事 师父说 太懂事的人 连自己的哭声 都怕惊扰到别人 小心翼翼付出所有 希望把脆弱 永远藏在心里 有一种女人太懂事 什么都不想要 只要对方对自己好 对方还没说出口的要求 自己就先尽力满足 对方才皱了一下眉头 你就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 明明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却好像全靠你的懂事为之 太懂事的女人 总是容易吃亏受累 明明自己也特别稳缺 却还是擦干眼泪 笑着说没事 不用管我 体贴久了 对方就当是理所应该 习惯退让 对方就无视你的委屈 嘴边常说没关系的人 注定要一直被对不起 真正爱你的人 一定不需要你太懂事 你偶尔犯的迷糊 他只会觉得可爱 你偶尔有的小情绪 他第一时间来安抚 你可能不是完美的人 但在爱你的人眼里 你就是全世界最宝贵的人 他人若想欣赏你人前的名艳 一定要先接受你人后的平凡 一个女人不用太懂事 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感情 往后余生 愿有一人 牵着你的手 看着你的眼 疼你如痴如醉 爱你始终如初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